你是我生命中的燦爛 讓我走出黑暗 孤輪是你 澳長 一毛 剛好你有訪客 訪客 誰啊 一毛 我等你得很久 李祖志 你找了什麼事嗎 你上次幫我搞定拉水審 我欠你一個大人情 我這個人就是不喜歡欠人家人情 欠你太久 所以你想要什麼 這麼好 可是 我現在還在上班耶 上什麼班啊 你今天休假 你忘記了嗎 要做什麼 就趕快去拜一拜 休假的人不歸我管 對啊 今天早上門診剛好沒有人 要就要快哦 正所謂 機會難得 走過路過 千萬不要錯過啊 好 好 那我 要做一個小手手 OK啦 包在我身上 阿翔 謝謝你顧及我面子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啦 李醫師還在等你 趕快跟上 我很忙 不要打擾我了 欸 一掌掌 他可是想要唱會的人耶 你都要那麼好幹嗎 還叫我們兩個躲起來 對啊 如果我是你的話 一定會到處宣傳 讓他丟臉 人善背的氣 這麼會記仇幹嘛 又沒獎品 每個人都有難以啟齒的時候嘛 不要隨便戳破 要做一個溫柔厚道的人知道嗎 對 你們趕快把手機拿出來 去群組把那個八卦澄清一下 就說你們搞錯了 知道沒有 我盯著你們把這件事情完成 好 我灑脫的相過去說再見 揮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只帶走一隻鹿龜 妹妹啊 不管人生有多少的人事變遷 悅幻心儀 你是我永遠的舞伴咯 等一下 我就是比你們早進宿舍啊 你現在就了不起是不是 你們還想找你的主治 當然你們在靠山 那他現在是不是你們的主治了啦 不是啊 我們為什麼要聽你使喚 這沒有道理嘛 什麼沒道理啊 我們受夠你啊 你死的我才受夠你嗎 你以為我都在宿舍嗎 你們啊 他媽壞 我也覺得他媽壞 我也覺得他媽壞 拜託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才是宿舍的管理員耶 為什麼是你來排工作啊 我跟你很熟嗎 你還好意思把我當小弟 你要不要臉啊 你們兩個也太沒大沒小了吧 我是客人耶 把所有的打掃工作都丟給我 這樣對嗎 你這白癡白癡 你還敢講這種話啊 誰啊 不要讓他口水 扁他 喂 你這 你算了 就打我了 你這什麼事啊 你們三個 這裡是智商師啊 有話好好說 不要動手動腳的 這不是文綿人該有的行為啊 對啊 我 你怎麼這麼喜歡的那個 就大早生了 我的手臉啊 我真的喜歡你們 所有的打都給你 咯都不給我 你們平常不是感情很好嗎 怎麼打起來了呢 啊 早生我的事 不要被罰 這... 對啊 這是我們的事 你都要走了 沒事幹嘛 我沒有資格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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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我沒有資格管的啊 嗯 我留職停心 明天才生效 今天我還是 福大身心科主治醫師 你們居然在我面前打架 保擺在哪裡啊 蔡世青 林志超 平常我是怎麼教你們的 現在去幫我述反省一下 你們兩個啊 啊 居然跑來我這邊打架 李主治人呢 他呢 主治不像徐章你 他病人多啦 我... 居然不管自己的實習醫師啊 居然不管自己的實習醫師啊 啊 放任你們兩個人來我這邊打架 這麼不負責任啊 好啊 那我就替他管啊 你們來給我去報訴 那個... 你 收打員 學長 我現在已經不是這邊的實習醫師了 我歸黑醫師管 那麼我現在就替黑醫師來教訓你一下 你也去報訴 五個人都去報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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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治 你們家兩次... 你剛剛說什麼 你再給我說一遍 叫你幫我打個破尿酸 結果臉腫成這樣子 你什麼腎嫂爛嗒 差不多都幫你... 你說完了 明明是你自己護理部長 我是護理師 還不懂得照顧嗎 你侮辱我的專業 什麼 我是醫生 我會比你還不懂嗎 這都還沒有滿月 怎麼每個人情緒這麼高張 好啦... 你們別吵啦 好啦 你走開 我的... 阿長 他們吵成這樣子 你怎麼不去一下啊 你剛剛沒聽到那個聖手李主治說嗎 他瞧不起我們護理師的專業 也不知道我們這些護理師 為這些主治 背了多少黑鍋 簡直是背心酸的嘛 還有那個藝毛啊 成天想要冲我的胃啊 我幹嘛要阻止他們呢 你...你沒事長什麼腳啊 還是長一邊 一點都不對勁難看死了 你竟然敢扯我的頭髮 我跟妳拚啦 喂... 真的用力一點打... 今天你們等一下會輸我 加油... 人不真的就會吸一口氣 對... 對... 扯他頭髮... 用力一點... 坐... 坐... 你們... 天啊... 我沒有想到我會離開福大前 還得處理你們的事啊 李主持 你跟護理師打架 這成什麼樣子啊 還有啊阿長 你實在太過分了啊 你身為護理長 你居然沒有去一家 還在旁邊喊加油 你去報數 在福大呢 只有督察能夠命令我 李主持 我不歸你管喔 好... 我管不動你 我管你 你跟我來 真護醫師居然在醫院 帶頭打架 要是讓那些實習醫師知道 還得了啊 現在報SAP好好飛行一下 我不管你管 你不要拉我 放開喔 我當你是好朋友 我才會管你的 你現在跟我走 我... 你們不好好報數 你們在幹什麼 報告學長 數不夠多 學長 我們對你的愛 比福大數還要多 今天不報數了 報你 真的捨不得你走了 你們 學長 驚喜 預備我們騙囉 我們也能逼真吧 學長 我們一直在想 到底要怎麼樣 歡送你才好 你們啊 啊 這打架算打門子的歡送啊 差一點毛給氣死了 學長 這算讓你印象深刻了 才不會忘了我們啊 你啊 林主志 這些小朋友們覺得你一定不喜歡 這種哭哭啼啼的十八香送 所以才今天特別安排在Sam Mary中間 讓你能夠最後一次吸收他們的靈氣 還有我們福大的日熱精華 好 學長 國標舞這麼吸引你 我們是怕你有了新歡 就忘了舊愛了 所以啊 我們一定要別出心裁 我們就是要讓你又好氣又好笑 才會在一年後乖乖回來啊 學長 我還表演一年半年好不好 我又專千恭候您 一定要回來喔 不能失言了 以後要想我的話 就在這裡包書啊 以後再也聽不到我唸唸啦 嗯 要好好照顧自己 學長 我是真的很捨不得你 學長 那個福隆今天去出公差啊 他交代我呢 一定要告訴你 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就像雞腿一樣重要啊 他... 福隆什麼大譬喻啊 對啊 真是受不了他 你們都是我帶過 最好的實行醫師 最優秀啊 學長 我離開了 所以我不是來歡送你 我是來邀請你 跟我們一起去台東玩 對啊 學長 跟我們一起去台東玩嘛 學長 你看你有沒有想去什麼景點啊 我們可以立刻更改行程哦 對 不好意思啊 學長 你先不要聽他們亂講啊 高層有新的想法 所以 你沒有新的任務囉 學長 不是啊 你們台東的車票都已經買了 嗨 我有時候不讓你們去台東嗎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去嗎 當然啊 假都準了 還是得放嘛 對不對 但是假放的要有目標 有意義 所以 景點 我來負責 住宿 我來安排 我平常去看海翻的啊 我們要去為什麼 不能繼續選擇景點 是啊 他們就是想要耍廢 我覺得他們說的 學長也覺得你們想要耍廢 我跟你們講 這次的景點呢 是福大在台東閒置很久的資產 高層就想要把它整理一下 整頓一下 作為擴充的醫療據點 所以你們就趁這次的假日 去那邊打掃一下家房間 打掃 那不是都有清潔公司在掃嗎 學長 我泳褲都買了 你叫我去那邊掃地 我也買好新的洋裝了 時針穿洋裝一定很好看 學長 你這樣子 真的很沒有人性耶 人性 你不要隨隨便提到人性 我跟你講 它非常的脆弱 不堪一擊 尤其是可以掌控你分數的人 的人性 怎麼可以這樣 學長 記得我們的一年之約哦 我在這裡恭候你大家 記得要帶著妹妹開旋規來 陳健泰 我都要離開了耶 你幹嘛還這麼討人厭啊 學長 怎麼這樣呢 那是因為你太偏袒 他們這些小狗狗 所以才不懂我的用心良好 Mary Sam 再見了 我真的是水爆了 都已經跟我的阿浪約好 要一起去衝浪 結果 現在居然變成清潔工 我寧願留在福大指一個月的班 蔡三斤都是你啊 要跟耶 你怎麼可以只怪我啊 當初是你跟我說 只剩下一個唯一的辦法 就是跟下去台東盯著 那現在我們 淪落到鄉下當清潔工 但是你當初沒有阻止我 阻止你 蔡三斤 做人要有點良心耶 你現在吃飯時針 睡覺時針 開口閉口都是時針 我的腦袋已經被你洗腦洗到 跳針了 你知不知道 我要是阻止你的話 你一定會怪我沒義氣啊 虧我把你當好兄弟 處處挺你 結果出了什麼事情 你就全部怪我頭上 下次我不要幫你了啦 好啦... 對不起啦 我是一時心急說錯話了嘛 好不好 你是我永遠的兄弟 不要拋棄我好不好 我們現在不適合吵架啦 這其實罪鬼禍手 都是那個宋大元啦 都要怪他 因為是他最先說要去台東的嘛 為什麼耶 你不要怪我 原家陸仔 宋大元怎麼會在這裡啊 這裡是難測 宋大元當然可以來啊 難道你要他去女測啊 三斤 給你一個良心建議 你的敵人不是我 是你自己 如果你沒辦法 在時針面前 彰顯你的價值 你就算滅了一個宋大元 還有千千萬萬個宋大元 宋大元的話 怎麼比史內普連得還難懂啊 千千萬萬個他 他會分身術 怎麼會這麼巧被宋大元聽到 如果被時針知道 我說他的壞話 那我在時針心裡的印象 不就更差了嗎 那個大元啊 我們剛剛只是在開玩笑 你不要放在心上 這個擴充偏鄉醫療服務據點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能夠參加是我們的榮幸 你說對不對啊 丁丁 對 大元這一次真的很謝謝你邀請我們 感謝你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這個人最喜歡掃地了 去之後那個馬桶地板 桌子椅子 什麼鞋櫃全部都交給我 我來掃叫忙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我現在的整顆心啊 都已經要飛到台東去了 我們趕快回宿舍整理行李吧 好 丁丁 那個大元 到了台東 要麻煩你照我們喔 快走 學 學 學長 學 學長好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你們兩個在討論什麼 什麼偏鄉主義 老師 老師 我好久不見喔 我好想你 這幾天 我一直在找你 但是他們說你請公駕 去參加研討會 能再離開台北的前一天拜見你 我不是皇上 也不是菩薩 不需要拜見我 在我心中 你就是我的皇上 你是我的神 哇塞 沈大元這個人拍馬屁 簡潔有力 直接命中要害 你年齡最擅長的都輸給他耶 宋大元 你還沒有洗手 你給我放開 老師 對不起 我太開心了 所以才 宋媽媽還好嗎 報告老師 我媽很好 她說 她是你創造出來的醫學奇蹟 她會好好活著 讓你先弄 對了 我媽還特地做了一夜乾耶 超好吃的 我待會兒拿給你 很高興我的手術有幫助到她 你們兩個還沒有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老師 我本來邀請他們去台東玩放鬆一下 結果 鄭泰學長就給了新的任務 好像是要去打掃那個福大在台東的廢棄的房子 然後又把它改成偏鄉醫療的據點 聽說那邊以前試著整理過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整理到一半就停工了 偏鄉服務據點 那你們住哪裡 不知道耶 鄭泰學長好像說 他跟一個熟人定民宿 你別吃飯了 學長怎麼了 他會不會是覺得鄭泰學長這樣子 凹我們太過分了 應該不是吧 我們跟過去看看 可惡 好好的一個休假 居然變得勞動 還浪費我們自己的家 那測票錢那是我們自己出錢 算什麼嗎 偶像啊 偶像啊 你家小朋友我們好不容易有個假 你這樣搞破壞 好像有點惹人討厭 學長啊 你怎麼這樣說呢 我有夢 我有夢想啊 我也像史懷哲一樣 有遠大的夢想啊 我看到大人他對偏鄉的熱情 重新點燃了我那個夢 你知道嗎 要不是我願望纏身 公益繁忙 我就自己去了我 好 真的耶 學長 你真的太過分了啦 這樣怎麼可能還裝神經 先走我們家 然後把工作塞給我們 你根本就是詐騙集團吧 我打一輪 我告發你喔 我也覺得 你欺騙這些委員會不太厚道 學長 你怎麼這樣偏心啊 我這樣子做是讓他們 工作兼休閒 我還訂了一個很高級的民宿 給他們住耶 這世界上哪有像我這麼甜蜜 的知識秘書啊 我們不需要你這種甜蜜了 林階一 你不想要你的分數了嗎 是 喂 是學長 是 現在去空中花園 可是我現在跟李主 好 你們兩個 是不是跟神刀告什麼狀啊 你們 哪有啊 這給你吃 來 真的學長 聽電話的時候微微諾諾 好像很緊張樣 對耶 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情齁 不管什麼事情 反正我現在看到他被羞辱 什麼事情就好了 如果你們兩個 真的想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就趕快去了解一下啊 你 你是我生命中的燦爛 看我走出黑暗 無論是